我们家郎君 那是圣人的心腹 是苏定芳将军的爱徒 怀疑我们家郎君 是什么北部戏作 那得先问问 圣人搭不搭呀 行了 你们赶快 告诉你们那个 苏参军 让他赶快放人 如若不然 就等着圣财吧 水呢 郎君 您可算出来了 阿成 我们走 是 苏某已备下酒宴 为裴长使押金 还望裴长使 能给我一个致歉的机会 阿成 我们回官邑 焚香沐浴更衣 去去身上的晦气 苏某还备了一份厚礼 望裴长使笑呢 小人带兵不严 令裴长使蒙缺受冤 实在罪该万死 只是 裴长使若这么夫妻走了 我家参军 定然不会饶了小人 裴长使大人大量 饶小人一命 裴某这刚从大狱里出来 应接不暇 怎还管得了你的死活 有这钱工夫 我还不如操心操心那几个 在狱中的狱友 说不定在他们里头 也有几个人和我一样含冤受屈 正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呢 苏某冒昧 还想请裴长使 与我一同审问狱中那位小娘子 这一来 裴长使与那位小娘子有缘 二来 那位小娘子更信任裴长使 只要有裴长使在 定不会有冤案发生 对 定不会有冤案 既然苏参军说这是公务 那裴某也自然是不好拒绝了 裴某此番到西州任职 正值北部作乱 的确 我也是该向苏参军好好取经 多学几招才是 那大家可以把孩子评论 你怎么会想碰到 还对 还对 你怎么会想碰到 可是你在那边 在谷子里 我真的不是 吴 沙山 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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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小娘子 苏参军开恩 要先替司法参军 和陪长使一同问你话 这位军爷 不知这问话是怎么个问法 不会用行吗 小娘子别怕 近来北部戏作猖狂 把你带回来 就想问个清楚 待会儿你要能解释明白了 苏参军自然会放你回去 谨言放心 民女绝不敢混说 走 禀苏参军 陪长使 嫌犯带到 民女拜见陪长使 拜见苏参军 小娘子叫什么名字啊 为何被带回府衙 又为何喊冤呢 小娘子莫害怕 如实说 苏参军定会为你做主 民女玉儿自小在西州长大 这是到梁州走亲戚 今日要返回西州 怎知还未到城门 便遇到兵爷上前问话 民女没见过世面 心中害怕 一时语焉不详 所以才被兵爷误会成了戏作 这般娇敌的一个小娘子 独自一人拖在伤队西西 嗯 你的家人哪 夫婿呢 莫非还带自归中 参军不提到罢 一提这话 民女一肚子苦水 民女离开西州前 正知新婚不久 本以为嫁了一个有情有义 知冷知热的夫君 谁知 竟是个没良心的 不过是遇到了一时的难处 竟留下了一纸修西文书 独自跑路了 所以我才会到梁州走亲亲散心 这么没担当 算什么男人 苏参军身为男子 也是这么觉得 民女还在想 或许她真的是有什么苦衷 是为了我好 她就是有天大的苦衷 也不能丢下娘子 独自一人跑路吧 这般薄情寡心 没良心的夫君 要她作甚 以小娘子的美貌 再找一个知冷知热 懂得怜香蓄的老君 有何难呢 裴长使 你觉得呢 小娘子受苦了 来 先喝口茶 润润嗓子 喝完了茶 再慢慢吧 裴长使 依我看 这育儿娘子就是一个清清白白的良家子 绝对不可能是什么北部戏座 不知道裴长使意下如何呀 搜参军明断 这育儿娘子孤苦无依 独自一人赶赴西州 这一路上怕是多有不便 此次是你运到好 遇到我与裴长使了 那若是下次再遇到危险 又当如何呢 我看裴长使不如好人做到底 将育儿娘子一路护送至西州 也算做了件行善既得的好事 裴某身为西州长使 百姓若有难 我定将出手相助 裴儿娘子只要跟在裴长使身边 日后定再无坎坷可言 不知民女是否方便与裴长使说句话 你等着 看我离开这里之后 怎么和你算账 琉璃 你还不肯原谅我吗 有裴长使护我周全 裴儿自然是求之不得的 我认识 你不想担心 我认识 我认识 你不肯原谅 我认识 你不肯原谅 你不肯原谅 你不肯原谅